我在越南的家庭 我是排第四 我是被疼愛的一個小女兒 不用做事啊 很喜歡一個人多的家庭 然後大家一起吃飯 覺得這種生活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開學之後 要做老師也要做學生 然後也要做媽媽 我幾乎都沒有自己的時間 結婚之後我就發現 我們公婆家這邊沒有一起吃飯 然後都是各吃各的 我懷孕很大的時候肚子超級大 還是我打掃 就沒有人跟你講說你不用打掃 你可以休息 那婆婆好做還是媳婦好做 你說香港不厭小一點點去 很燙很高 你都溜錯了 就誰沒人說 我不會了 你的先回家